嘩嘩嘩嘩 香港八二支, 小心陷阱 袋子流水 小子, 你幹甚麼呀 看, 看, 看 買了新標, 真漂亮 幾點鐘, 來 九點半了 九點半了, 不用上班 我找到老闆猶豫了 找到的, 為甚麼 又辛苦又沒有前途 小子, 你睡得更辛苦 大哥, 男人最怕入錯行 我寧願... 你這樣睡著 錢會從天下跌下來 告訴你弟弟 機會是要撞回來的 有空呢, 出去到處逛一下 推銷自己 要用在這裡, 知道嗎 行了... 跟你說得多了 你浪費了我的時間 真是人蠢侮辱醫 醫了都白痴 你很聰明, 以後你將來 不用我養回來 是呀, 好呀, 給我一部打電話 新鮮, 燒熱, 還脆脆的 來, 趁茂叔不在這裡 試試看他 不用理他 蘇小姐, 你吃這麼多 忍著熱氣 我只買了一條就不吃了 馬叔, 你吃了嗎 偷吃了 不是, 我試味而已 是呀, 我先回去吧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試味而已 吃得多, 吃不下飯了 賓仔, 你怎麼沒空呢 遲了一份工就有空了 我怎麼無緣無故做一份工呢 那些人越來越離譜 我做一份建責文言嘛 斟茶遞水也不再說了 還要幫秘書小姐 買飯盒, 買茶, 買三文治 那份工資又有錢 工作又沒有前途 你找個水去做吧 年輕人出來當然要熬了 不算了, 茂叔, 我假的讀了十三六年 讀了十六年書嘛 出來還要做年輕人 我不說你不知道 我以前有個小侄呢 那個小侄... 茂叔, 我夠時間約了人 我先走了, 你那個小侄呢 我下次有空再聽, 拜拜 Benny, 祝你呀 介紹, Maria, 你有Benny 我放回去同外 你是不是? 好 這陣子怎麼樣? 考完事沒甚麼就這樣 你呢? 我這間洋海裡做行政人員 很有空的 你也好 一般的, 你有沒有興趣 我? 是啊, 我也行, 你一定行 那多少錢一個月左右 四五千塊一個月 如果努力的話 一萬塊都可以你賺 好, 來, 來, 來 坐 一會兒進去看見那個顧問 看你夠不夠暈 我的公司很嚴厲的 你看到他不要隨便笑 連笑都不給的? 那你見到他呢, 坐斯文一點 雙手擺小哥 那... 不要搭腳 不要搭腳 那... 坐腰直一點, 對了... 可以了嗎? 可以了 預備好了嗎?來 來 進去 我顧問, 我朋友陳斌 他希望加入我公司工作 出去做事 坐吧 你以前在哪兒行的? 寫字樓文員, 就是建責文員 那一個月有多少錢? 九百五, 有五十塊那五十塊是交通津貼 那就是一個月有一千元 一千元一個月 在香港現在連養一隻狗也不夠 不過, 還有很多蠢人肯去跟別人挨女子 陳斌, 你首先深呼吸一口 原來集中精神聽我說 現在在你面前 是一個會讓你邁向成功道路的機會 這個機會 本公司是不輕易給予任何人的 就是說, 我們認為你是合適的人才 才會給你機會, 明白了嗎? 答我, 明白了嗎? 明白... 不過這樣 你是完全沒有做生意的經驗的 是不是? 是 所以, 我們公司為了你們 設立了一個訓練課程 每星期兩晚 另外有兩個全日的課程 是教你們推銷的生意原理 等你們訓練完畢之後 我們會去看看你的成績 然後才會錄用你 那我以後會做甚麼職位 如果我錄用了你之後 你的職位等於行政人員 即是外面的主任級以上 不過這樣 本公司為了杜絕人財外流 是需要你繳交一定的費用 那要繳多少 三千元, 另外一百元是訓練費 不是 如果你沒有誠意, 可以不用擔心 走出去, 當我沒說過 成功的機會是你自己放棄的 不是呀...我沒那麼多錢 那你欠多少 還有那些職促, 欠一千元左右 所以說, 有很多人都像你一樣 完全不懂利用你自己的 先天和後天的本錢 甚麼本錢 你一出生就有很多親戚 那些就是你先天的本錢 另外, 你認識很多朋友 從小到大 那些就是你後天的本錢 不過我怕他們不肯借這麼多錢給我 借一千元當然難了 但是十個人每人一百 或者二十個人每人五十 那就很輕而矩 況且, 如果你學會我們教你的生意原理 成功再看 一千幾百算甚麼 淳嫂 小燕, 甚麼事 你... 有甚麼事就說吧 你有沒有錢 想借錢是吧, 你是傻子 用甚麼不好意思 二十塊夠沒有 不是呀, 要二百塊 為甚麼要這麼多錢 我要這個我大哥 淳嫂, 你借給我吧 如果將來我做到主任 我可以馬上還給你 你做主任 我借給你 如果你有出頭之日 淳嫂就開心了 謝謝 淳嫂, 不過你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行了, 這次是你大老婆 你不要跟別人說 你不要跟別人說 淳嫂, 你不要問那麼多 你幫我 我...我真的不要做壞事 你相信我吧 好 謝謝淳嫂 我看看, 吃了飯了沒有 淳嫂, 你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不要 喝茶 可以嗎 那些是我老婆本 是老婆本 大家好 好… 各位, 很歡迎你們被選加我們的訓練班 這是你們的運氣 不過, 有一件事我要預先聲明 如果誰抱著玩玩的心情來參加 我請他馬上離開 好, 今天我們請了一個成功人士來 跟你們分享一下他的寶貴經驗 他今年二十歲, 在我們公司工作了三年 但現在已經月入過晚了 各位, 我們拍手掌歡迎梁小姐 大家好 好… 好… 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說 當我發問的時候 你們要大聲回答 是… 那如果誰有猶豫的呢 就不跟你們解答 我雖然是月入過晚 但是比我們本公司的成功人士 簡直是九惡一無 我們給你們第一張照片看看 這位呢, 就是我們本公司香港始創人之一 他在五年前加入我們公司 現在已經擁有別墅、冰市和遊艇 現在還去了紅刀拉斯做我們分公司的董事 好, 我們看看第二位 他呢, 就是四年前加入我們公司 但是目前他的資產 保守估計呢 就超過六百多萬人 六百多萬 他沒有進入我們公司之前 只不過是一個工廠技工 所以說成功就是沒有資力 沒有學力限制的 各位 我們是不是應該以他們 兩個來做我們榜樣 是 你怎麼懷疑 沒有, 沒有 好, 那我再問你一次 我們是不是應該以他們兩個 做我們榜樣 是 大聲一點 是 好 根據美國調查結果顯示 有一百個 從二十五歲到六十歲的人裡面 有百分之九十五是窮肝蛋 只有百分之五是有錢的 我們問大家 你寧願做百分之九十五的失敗者 誰說做五個成功人士 當然是成功人士 好 失敗是可悲的 為甚麼世界上這麼多成功人士 偏偏沒有你們的份 你說 我爸爸沒有錢 不要緊 今天街邊這麼多乞丐 最重要是沒有你們的份 現在酒樓有人用巴蘭比洗手 用嚴廁拌飯 為甚麼你們還要熬夾頭飯 吃乾炒牛河呢 便宜 便宜 不錯 我們是不是應該寧願叫了他 補了他 也好過告訴別人 那個河包沒錢 吃不起 是不是 是 是 好了 現在我們一起高呼這個成功口號 要成功 我們要做人中農 無謂危窮, 窮無陰公 一天都是你 我吃吧, 不用錢 吃呀吃呀吃, 到時候會像打頭伏一樣 我沒有嗎?你以為我想嗎 你必須這麼緊張 大祖, 你可以不吃那些免費薯條 現在怎麼樣?我查點也不好 你問我, 我問誰 你問我 問我 阿斌仔 阿斌仔 你們不要看暗瘡 暗瘡嚴格來說 是一種皮膚病 那要看醫生 那就不用了 我們公司呢 根據美國醫生的廚房 出了這隻西瓜的暗瘡爐 那這隻西瓜暗瘡呢 是療效快 療效快還有沒有副作用 全美國的醫生一致推薦的 就是這隻 有沒有效的? 我陳彬介紹的 你們有信心才行 神祖空 誰呢? 阿斌仔 阿斌仔, 進來坐 早安 早安 你這麼早 誰來? 福太太, 我來找你的 你... 早安 早安, 福太太 坐吧 幹甚麼 沒有, 我知道你幫人家美容化妝 那你用不少化妝品 那倒是, 平均一個月都... 老公, 我要多少? 我上個月利用了三百六十塊 代客人買一個九折給人家 總共賣了二千七百八十五個半 是呀, 那怎麼辦? 就是這樣 我想推薦一隻化妝品給你的 就是這些 這是甚麼牌子 這隻牌子在美國數一數二的 我真是背了, 我沒聽過 阿妹, 那我們合不合用? 剛好用就光顧畢仔買些 大家樓上樓下 是呀, 適合你自己買 化妝品嚴格來說 都可以說是藥物 不過這些... 開門 畢仔, 在這裡... 畢仔, 畢仔 畢仔, 畢仔 畢仔, 到底給我們些甚麼 是甚麼用茶 一陣畢味不足, 還多出幾粒 是呀... 好 畢仔, 畢仔過了 都敢賣給我們 我不管, 我的臉怎麼辦 畢仔, 我沒有對不起你 為甚麼要這樣靠我們 你...真的過了期嗎 藥膏沒有香味也不出奇 但也沒理由照顧 畢仔 畢仔, 你... 甚麼事 那是甚麼 你為甚麼跟別人借這麼多錢 誰說的 借得就不怕承認 我給你三秒鐘的時間說 一、二、三, 說 大家好 大家好 你新來的? 是呀 那我問你, 怎麼樣才算是成功 有錢有銀有女人 沒錯, 但是世上這麼多成功人事裡 為甚麼偏偏沒有你份呢 不知道 那就要參加我們本公司的訓練班 加入了我們本公司 將來成功人事裡 可能就有你份了 我想知道目前 有多少位成功人事 參加過你們的訓練班 這幾位就是我們公司的榜樣 是呀 我還沒看過他們在電視或報紙 威過的 是呀 你是誰介紹你的 他 就是這樣 我問他借了錢 那給你們三千元吧 那那些貨又賣不出 他又追我還錢 那我就帶他上來 你可不可以把三千元還給他 你們倆上來搗亂 不是搗亂, 我來收錢 是呀 你們的顧問在哪兒 這位先生, 跟我出來 不要 有事, 別亂來 有事, 別亂來 甚麼事, 誰在這裡搗亂 這裡有 職少 很久沒見 叔叔, 你怎麼了 究竟甚麼事 這間店你們 不錯 我跟弟弟來收錢 那進去再談 你們繼續上課 沒事, 繼續上課 當年我們一個飯粒兩粉吃 一個飯粒兩粉吃 一個飯粒兩粉吃 真是的 對了, 你最近在哪兒發財 不敢當, 你好賺點 你知不知道他是我殺了 是嗎?是自己人 那你以後要跟我賺吃 賺甚麼吃 很容易 我們公司有人出去找些盲毛回來入會 每人收他一百元學費 另外給三千元做行政人員 話說三千元 介紹人員也收了一點 我們也收了一點 好和味 你也不少了 那就隨便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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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也要一百元一半 不過最慘的是我們 辛辛苦苦者三千元回來 給你們在那裡數一數一數 那你自己可以去找些盲毛回來入會 甚麼都回來了, 而且一定會賺 你這樣做生意不對 有些職業道德好 你要劏人也說你有錢就來劏 這些學生哥 人家已經夠慘了, 夠煩了 事又沒得做 錢又慢慢緊 還要還錢給親戚 逐個逐個朋友來借錢 這些錢你也收得下 我真的看錯了你 如果你不喜歡做, 我也沒所謂的 不過你不還錢, 我也有所謂 好, 好, 看見是你而已 就這樣, 婆婆自來吧 年輕人出來做事 應該由低做起 難道一出生是經理, 是主任嗎 是呀, 俗語都說嘛 萬丈高樓由地起 是呀, 我知道了 先生, 你很熟悉 是嗎 阿兒, 你看不看 你出了一顆暗瘡 而暗瘡嚴格來說 就是皮膚病 你是不是有一個新的暗瘡爐 想介紹給我 你不用說了 有三個原因 你是不應該向我推銷的 甚麼?哪三個? 第一, 我不認識你 第二, 你不認識我 那第三個呢? 沒有, 我不認識你 你不會說話 我會看見你 我會看見你 你不會看見你 我會看見你 感谢观看